12月25日电视剧《半生源》在上海举办首次媒体发布会 导演杨亚洲总制片人何秀琼 写主演刘嘉玲 郑元昌 蒋新 郭晓东等一众主演惊喜亮相 发布会上刘嘉玲表示 自己非常喜欢张爱玲的散文 剧中的对白很经典 刘嘉玲更笑称 我有时候也会用剧中对白来吓唬我的另一半梁朝伟 饰演顾曼珍的蒋新更是直言 来拍这个戏就是冲着杨亚洲三个字 但是收获了一个更大的惊喜 先到嘉玲姐是我一辈子的幸运 对于剧中角色蒋新更是放话称 我除了年龄大一点其他都OK的 与之前讲比发布会上的蒋新瘦了很多 此次在剧中蒋新饰演妹妹顾曼珍 蒋新坦言来拍这个戏就是冲着杨亚洲三个字 但是收获了一个更大惊喜 发布会现场蒋新爆料 刚接戏时知道自己演顾曼珍 自己第一反应就是 我演顾曼珍谁演顾曼璐 还有谁能压得住我 而当听到导演说刘嘉玲时 我就说非常好 在蒋新看来能和刘嘉玲合作 真的非常开心 见到嘉玲姐是我一辈子的幸运 而对于角色蒋新表示 导演给了自己很大的鼓励 并再次放话称 我除了年龄大一点 其他都OK的 我们下期见到